妳好想做什麼工作 我們這個活動的名稱呢 就叫做職業體驗 他們對於職業的任職 來自家庭或是環境 確實對於職業的刺激 可能是有一點不足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藉由這個活動呢 去拓展他們對多元職業的一個認識 這樣子 也是可以讓他們多一些職業的想像 他們已經準備好來等妳了 我在台灣這麼久 我都已經成為台灣人了 可是我第一次來到雲林 然後我很謝謝這個學校邀請我來 然後認識這麼多小朋友 我真的很期待再次見到他們 就是職業體 職業體 然後所以呢 今天有活動呢 就是 也是讓大家看看 我們想接受一下 去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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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以後也可以體驗很多新的東西 看到世界 然後可以找到他們真正愛做的事情 像我現在一樣 沒有完美的人 我覺得勇敢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失敗跌倒了 這不是問題 因為這都是學習 這不好 就是當我們路有感 連試著去做都不試著去做 如果你們有想要做的事情 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就是不管花多少時間 終點是不能放棄 然後還是堅持下去 去努力 得到你們想要的事情 小朋友是我們的未來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夠幫助到 給他們一點點 支持他們一點點 他們一定一輩子都會記得 今天這一天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設計了 很多很豐富的闖關活動 希望呢 在這個過程中 對職業啦 有一些探索 刺激他們的想像 可以看到這一張 都是各式各樣的職業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很想拼到工作 那到底什麼才是正常的工作啊 還有一些小費一件嗎 像這一件吧 欸欸欸欸 運動 運動 群手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裙子 女生的裙子 好 看 它嘴可以抖 手錶你拼得 如果你戴手錶的話 就是那個雇主會嘴 你是個很重視 兼觀念的人 這樣子 很重要 特質 你個人獨特的魅力不一樣的 比如說 我很善解人意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 想自己想要當什麼職業 然後還可以 增加自己的知識 我覺得今天這個活動很好玩 因為讓我瞭解一些我不知道的職業跟工作 我們就希望我們的角色呢 就是可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成為一個資源連結的角色 幫他們去看見可能更多的可能 其實他們還是可以怎麼做 我為了想做的工作是 願進學 想要當畫家 想要幫助學生 我以後想當足球員 我想要當少爺 可以幫助動物 我想到YouTube 好 謝謝 就是希望每個孩子 會長大在一個很有愛的環境 長大很健康快樂 resource 每個小學 都飢餓 早就想要不會 快樂 有